都说红糖能生根 但是一定不能盲目去使用 一定要弄明白红糖生根的原理是什么 以及怎么去配置 避免我们将来地里生不出根来 反而生了一地的虫 那就得不偿失了 首先 红糖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氨基酸 类氨酸 多糖类 这些物质刚好是我们作物所需要的有机类养分 第二 这些氨基酸类的物质也恰恰是土壤中微生物食物的来源 在微生物的繁殖和代谢下 产生大量的生长速率的物质 正好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 所以说红糖生根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红糖生根怎么去配比是有讲究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糖生根的配比 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50到100克的酵母 选择100到200克的红糖 用温水把它化开 尽可能地往里面加上一公斤左右的磷酸二氢钾 静置24小时 让微生物在液体中有一个充分的发酵过程 我们这样配出来 用于喷湿 零湿的罐根都可以 好 谢谢大家